各行各业竞争激烈如何永续发展 18度C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毛庆祥 在《我爱阅读》阅读护照认证颁奖典礼 分享事业经营秘密在于迎在阅读迎在大量资讯 他鼓励学生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在阅读中找到亮丽人生 幸福文化局与18度C文化基金会 在文化局图书馆7楼举行 《我爱阅读》阅读护照认证颁奖典礼 陈崇阿嬷也到场谢谢各界支持 期待阅读在校园圣深耕 县府秘书长洪睿志代表县长林明珍 感谢18度C文化基金会长期推广阅读 他勤勉学生养成阅读习惯 阅读可以累积知识 也可以感受到书的温度 让人寻得答案 文化局从101学年度开始 就结合产观学 共同来努力举办《我爱阅读》的活动 我想我们推动《我爱阅读》的活动的目的 主要还是要培养我们学生 平常就应该要多方面的阅读 多元的一个学习 那透过学习 可以增加自己的学生能力 自己的知识力 我们古诗有讲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那又讲到说书中自有千宗树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所以读书对于未来的人生 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 从小就培养读书的习惯 那未来在社会上应该会充满着你的竞争力 也可以因为吸收薪资 来活得更加的感性 更加的旅性 那未来的人生会更加的一个幸福 董事长卯敬祥 看到学生认真阅读 公开授奖 有感而发地表示 阅读可以培养产生力量 18度西文化基金会 这几年配合县赋 热衷推广阅读 成绩斐然 学生在阅读中得到启发 也撒下书香社会的种子 在这八年来 可以让孩子来刺激他们认真的阅读 鼓励他们接受所有的读物 那几年下来收获非常的好 所以也感谢县福能够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一个产业能够来回馈地方的 一个非常好的串联 所谓产观学的连结 能够让孩子的幸福 孩子的用心 孩子的认真 从他们今天的颁奖典礼上 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的认真 愿意为他们的人生 垫下一个非常好的阅读的基础 所以期待大家多鼓励孩子 接触书本到图书馆 来让图书馆成为孩子的另外一个 快乐的学习的空间 所以期待大家鼓励孩子多多的来阅读 谢谢 我爱阅读图书馆阅读护照认证 选出17位阅读高手 36位心得达人 并依照爱看书 爱活动 爱写作 三个认证项目 选出36项 学校团体奖 9项乡村市图书馆全县总评奖 今天得到了县长奖 还有六连霸的奖 因为我写完功课之后 我都会先上房间 然后我床头上面有一整柜的书 然后每次要睡觉之前 我都会把所有书都看过几次 然后遍听广播遍听看 像饥饿游戏 你怎么想看那个 因为阅读老师 因为阅读老师 跟我们介绍里面的人物 让我很想看 因为我自己家床头 有一柜的书 可是我都看过了 我现在看不够 所以我都会跑来图书馆来介绍 这次的活动 明镜乡中山国小 全校67位学生 在一活动期间 共阅读了12444本书 平均每位阅读185本 亦参加了777场 一文活动 写下1554篇心得 为本次权限 最爱阅读 最有一文欣赏活力 以及写作能量的最强学校